上帝的创造真伟大 上帝的作为真奇妙 上帝的慈爱真丰富 愿我们一起在 儿童善心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儿童圣经故事 救恩之宣广播中心剧作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 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 每一个人物 每一个故事 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 天父上帝 并且呢 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 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 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很高兴下凡哥哥又可以再一次 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咯 上一次我们说到大卫的孩子 安嫩 在强暴了自己的妹妹塔玛之后 突然从爱就变成了恨 甚至赶走了她 这件事虽然好像暂时平息了 其实塔玛的亲哥哥 压杀龙 一直在筹划着 为妹妹报仇的事情 果然等了两年 她找到了一个好理由 她要为自己的羊来捡羊毛 这是一个好机会 在他们的习惯当中 这是一起庆贺的聚会的时间 她就趁机邀请她的父王大卫 可以一同参与 大卫谢谢她的邀请之后 她就请大卫准许 她可以请安嫩一起来庆祝 当然大卫也觉得不太对劲 自己不方便去 但总不好拒绝 她对安嫩的好意的邀请 这下子大卫该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先来听一段 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下饭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亚沙龙知道 大卫王多半只会婉拒他们 给他们祝福就好了 于是他就顺势请求 让大哥安嫩能够代替大卫王参与 而大卫也不好拒绝 只听到亚沙龙对大卫说 那么要请大卫王准许 至少让我可以请哥哥安嫩跟我去吧 大卫一听就对亚沙龙说 这不用这么麻烦吧 又何必还要他跑一趟呢 亚沙龙立刻再三地恳求 强调因为大卫王不能去 那当然要大哥做代表 好显得他有面子 大卫拗不过这再三地请求 又仔细看了亚沙龙 是一副平淡恭敬的样子 大卫就不再怀疑他的用心 决定答应亚沙龙 让安嫩可以前往参与聚餐跟请祝 日子还没有到 亚沙龙预备了非常丰富的宴席的事情 已经传到了安嫩的耳中 他一听到这样丰富的宴席 就完全失去了戒心 一心只期待这场盛宴的到来 这天到了 安嫩是盛装出席 亚沙龙也很热情地接待他 甚至请他坐在上座 这下子安嫩更是得意忘形地大吃大喝起来 亚沙龙看到安嫩放心地大吃起来 就悄悄地起身到后面 吩咐他安排的随从 对他们说 你们要注意了 都看到安嫩已经喝成这样了 他就快要喝醉了 等到他一喝醉 你们听到我给你们的命令 就一起下手杀了他 不要有任何的犹豫 害怕 放心 一切的后果都由我来负责 你们只管大胆下手 知道吗 这些预备好的随从 都肯定地点了点头 果然等到安嫩喝得浑浑沉沉的时候 亚沙龙一看时机成熟了 很快地就挥了挥手 给了个信号 这些同行的人都还在喝酒行令 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只看到一群仆人一涌而上 围着安嫩 似乎是上来扶着安嫩的 其实一个个都拿着短刀 刺杀了安嫩 等到众人听到安嫩痛苦的惨叫 他已经被刺身死了 这时候大家才醒过来 看见这群随从转过身来 每个人手上一把血淋淋的短刀 后面就是一身是血 躺在地上的安嫩 这场恐怖的复仇谋杀 把这些一起来参与的王子宾客们 都吓得酒也醒了 只拼命地逃出去 找到自己的驴子 一起就跑了 有些跑得快的臣仆们 吓得还以为所有的王子们都被杀了 其实呢 这些王子都在路上拼命地逃命呢 他们只一股价地 往大卫家里面去报训 他们一看到大卫王 就跟大卫报告说 大王 大王 你那个 你的王子杀了 被杀 是王子压上龙 杀了你所有的儿子 一个都没有留下呀 抱训地好不容易说完 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大卫王是当场就傻了 放声大哭 痛苦地撕裂自己的衣服 一下子整个人就瘫坐在地上 这个消息 不只让大卫痛苦 连他身边的这些大臣 也跟着一样的痛苦哀伤 因为这不只是一个谋权 谋杀的消息 更是得罪上帝的大事呢 这令众人痛苦的消息 几乎让每个人都不知所措 哀哭一阵之后 有一个人站得出来 是大卫哥哥 士明亚的儿子约纳达 当他看着这一片哀伤的场面 觉得有问题 一定是讯息传错了 他赶紧站出来说 大卫王陛下 请您放心 我想您的儿子们 不可能都被杀死的 现场应该只有 暗嫩一个人被杀 那是因为 自从暗嫩 侮辱了亚沙龙的妹妹塔玛之后 亚沙龙就已经计划报复 他要杀了暗嫩 这段时间 大王你应该有观察到 亚沙龙是处心积虑的 要邀请暗嫩的用心 请陛下不要相信 那个不确实的消息 说什么你的儿子都被杀死了 其实没有这样的事的 我相信只有暗嫩一个人被杀了 这下子 大卫王才振作起精神 派了人去接应那些回来的王子 也好确实知道 到底有谁是被杀害了 又派了人前往亚沙龙的住所 和请客的地方 要把亚沙龙逮捕回来 当然这个时候 亚沙龙已经跑远了 官兵也早就追不上他了 同时 在附近守卫的哨兵 看见有一群人 从前方的山坡上冲了下来 仔细一看是大卫的王子们 他们骑着驴 匆忙地往大卫的城里跑 哨兵就赶紧派人 向大王报告所看见的 大卫一听就松了口气 约纳达继续对大卫说 您看 现在您的儿子们都回来了 就像是我刚才跟您报告的一样啊 这句话才说完 大卫的儿子们随后也都跟着进来了 一进来看见大卫 他们都放声大哭 一个个断断续续地说出刚刚发生的惨剧 大卫和臣仆们 也都跟着他们诉说的情况 一起痛哭了 发生这么令人难过的惨事之后 大卫和他的家人 还有他的臣仆们 都背上了好些日子 而家绍龙 则是逃到七宿王 雅米湖的儿子 达买那里去 躲在人家的国家里头 他就在那里住了三年 而这三年当中 大卫为他的儿子暗嫩哀伤 随着哀伤 他渐渐地退去 他也开始想念起压沙龙 他心里知道 要不是当年暗嫩伤害了压沙龙的妹妹 也不会有这样的惨剧发生 渐渐地他也开始同情 在外流浪的压沙龙 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了 大卫王自己虽然想念压沙龙 却不愿意表露 想念压沙龙的心情 毕竟压沙龙 是杀了自己兄长的凶手 只有在私下的时候 他会偷偷想念着 可是这样的心情 已经被他的大将军 约压看出来了 他知道大卫王是很想念压沙龙 他也知道这件事可不能明说 他想一个王子被放逐了三年 也该是够了 就想了个法子 去外地找了个很聪明的妇人 对他说 要请你帮个忙啊 要假装好像在扶桑一样 穿上桑家的衣服 弄得蓬头垢面的 记得像一个扶桑很久的女人这样 想办法我让你去见大卫王 把我跟你说的话 对大王说 他看妇人同意之后 就开始交代一切该说的话 这个聪明机灵的妇人 记好了约压的吩咐 就起身去见大卫王 这个外地来的妇人 在约压私下的安排之下 很快就有机会到大卫王面前 他一见到大卫王 这个妇人就赶紧攻紧地爬在地上 对王说 大王陛下要请您帮帮我 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大卫王就问他说 别慌 有什么事慢慢地说 他说 大卫王啊 我只是个穷寡妇 丈夫早就死了 只有两个儿子陪着我 有一天 他们在田里做工 不知怎么地吵了起来 旁边又没有其他的人 可以劝阻我的孩子们 这一吵就打了起来 没想到其中一个 杀了我另外一个儿子 这下子我就苦了 亲属跟村民们都针对着我 逼着我要把儿子交出来 好能够按着他 杀了自己兄弟的罪来治死他 我知道按着律法杀人都要偿命的 可是他们这样做的话 我却领一个儿子也没有 所有的希望都没了 讲到这里 王沉默了 这个故事不就发生在 大卫王的家里吗 小朋友 你听出来了吗 约压用这个妇人的故事 想来帮大卫解套 让他想想 已经失去一个儿子 难道非得杀了 这个犯错的儿子 这样不是死了一个儿子 是死了两个 这个故事触动了大卫的心情 大卫该怎么处理呢 压杀龙到底该不该回来 对大卫是亲情和公义的 难以平衡的 故事要怎么发展下去呢 可别忘了哦 要继续收听 好丁的儿童圣经故事哦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耶稣是爱笑 爱笑 爱笑 爱我 我 我 耶稣是爱笑 爱笑 爱我 我 我 爱笑 爱笑 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笑 爱笑 爱我 我 我 爱笑 爱笑